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你处在哪个角度 哪种思想体系当中 你都回避不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真理的问题 那对于保守主义政治学来讲的话 这个派的或者是保守派的人来看什么是真理 它和其他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真理的观念有什么不同 对于很多自由主义者来讲的话 他们的真理是什么 他们的真理是飘忽不定的 是不稳定的 甚至是价值观相对主义的 比方说你会经常遇到一些来自中国的人 他会告诉你 你信你的宗教 我信我的宗教 所有的宗教一律平等 或者说你相信你的真理 我相信我的真理 我们认识的真理是一律平等 难道有这么多种真理吗 如果存在这么多种真理的话 那还叫真理吗 所以这就牵扯到 就是说一个保守主义政治人 他应该如何去看待真理的问题 首先我们讲什么是真理 真理其实就是上帝的真理 上帝是真理的唯一作者 上帝的真理贯穿古代现代和未来 上帝在时间和历史中掌权 人生唯一的神圣使命是什么呢 也就是认识上帝 信靠上帝 并享受上帝 跨过时间和罪的挟制 直达永生 这是人的一个神圣的使命 那么上帝的真理呢 它是什么性质呢 它是唯一的 一元的 绝对的 客观的 有恒的 上帝的真理也是 普遍的 外在的 超验的 上帝的真理包含万有 但是真理的出处呢 却是唯一的 真理的作者是造物主 上帝与圣经之外 并无真理 也不存在 其他类型的这种 道德观念 所以这就是保守派的 对真理的看法 和其他的 奇奇怪怪的那些思想体系的看法 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那些持有价值观 相对主义的那些人 你有你的真理 我有我的真理 不是 这是普遍的 所以在保守派看来 什么是真理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的第六节所说的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要不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是耶稣的话 这段话就道明了 什么是真理 当然了 这个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 它不是神学 作为一种政治学 它所囊括的这个 真理呢 是包括犹太和教和基督教的 它是一个系统的 那对于犹太教来讲 那什么是真理 那就是亚维 那就是耶和华 那就是 爱罗黑 是吧 萨摩尔基 你说 你们不要再说高傲的话 也不要口出狂言 因为耶和华是无所不知的上帝 人的行为都要受正确 受他正确的评判 这段经文呢 什么意思呢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说 耶和华是真理的唯一来源 以上呢 我讲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保守主义与奇奇怪怪的 这些各种自由主义 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 包括反自由主义的 这些观念的 一些核心的区别 如果你不相信 真理与道德的唯一性 那么 讲的简单一点 美国的总统和中国的皇帝 或者叫中国的庆分包子铺 这个抛包子地 没有任何区别 他都是一种偶像 都是一种 代表某种专制权力的偶像而已 因为真理不再是唯一的话 他们所拥有的权力 也就不再具有合法性 也就是成了人的一种专制的权力 真理是唯一的一元的绝对的客观的永恒的 真理也是普遍的外在的超验的 这才是美国政治秩序的道德根基 美国政治的道德根基 不是进步主义者幻想的 仅仅依靠人的创制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 这个这一点呢 尤其是这些民性制度的这些 这些左翼小清新们 民主小清新们 特别如此 是吧 我们要知道 当人心变得败坏的时候 任何制度都难以控制不变善恶的野心家 和大众的肆意妄为 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激国人啊 特别迷信这个读书阶层 把他们称之为叫知识分子 但是我觉得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他们认为 就是他们神话的一种知识分子是什么样 好像是 我记得好像是王群涛先生说的吧 说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权力的对立面 站在人命这一边 对权力进行批判 就你不能站在权力那一面 这种看法就是典型的那种 非常浅薄的一种 进步主义制度论 制度论的一种表达 好像就是说 受过知识训练的人就应该这样 这是正确的吗 这当然不是正确的 这是浅薄的 因为一个有着严肃的这种 这种道德观念和真理观念的人 他既不站在政府那一边 也不站在人民这边 他只站在真实的这一边 只站在真理的这一边 只站在正确的这一边 怎么讲呢 就像古代的祭司或者是先知 他们要上赤君王 下责民众 他并不和谁是一伙的 他们只服应于上帝的权威 也就是说 除了上帝之外 没有真理 除了上帝之外 他们不用服从于任何人 他们不会和任何人决绝地站在一起 他们只和真相和真实真理站在一起 这才是一种 我觉得一个受过知识训练的人 应该具备的一种操守和价值理念 那么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些迷信制度的人 制度到底有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神奇的作用呢 如果你不相信真理 你不相信真理的唯一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制度是没有用的 比如迁回利比里亚的被解放的黑奴 他们就把民主制度完整地复制到了利比里亚 但是没有卵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同时又把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的经验 也复制到了利比里亚 他们到了利比里亚 当起了奴隶主 开始奴役当地的土著黑人 所以当人们变得不变善恶的时候 他们就会是这个样子 虽然他们也假装声称他们相亲上帝 因为他们没有结出善的果子 是吧 民主制度呢 在利比里亚的这个经验当中 我们看到是没有什么卵用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尤其是这个中文圈里面特别流行的 就是说这种政治正确 他们跟着这些主流社会的一些政治正确 指挥棒起舞 他们认为这个奴隶 是吧 那个 非常的痛恨当年美国的奴隶制 当然了 我也痛恨奴隶制 只不过因为任何奴役人的压迫人的制度 都应该被摧毁 都应该被痛恨 因为它不符合上帝的律法 但是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这种社会处境下 我们要说到 我们至少要客观真实的任务 说当时被卖到美国的奴隶 不是最悲惨的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被卖到美国的话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在他们的部落作为祭品 作为祭祀的用品 被宰掉 被杀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战俘 卖到美国的这些奴隶 基本上都是战俘 都是部落战争的战俘 战俘的话 就一定是被献祭了 这是其一个命运 第二个命运是什么呢 他们可能会被卖到阿拉伯地区 那些 那些就是和平宗教的地区 和平宗教会把他们怎么办呢 会把他们的阉割掉 然后再去当奴隶 那就更加的悲惨 对吧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运到美国的奴隶 大概是40到60万之间吧 但是呢 阿拉伯贩奴的历史 非常的历史久远 包括奥斯曼 是吧 他们的久远到什么程度 好几百上千年 他们一直在贩卖黑人奴隶 但是呢 就是说 他们犯了有1000多万 但是这1000多万的黑人奴隶 为什么我们在阿拉伯地区 很少见到黑人呢 道理很简单 他们把这些黑人都给阉割了 再来奴役他们 所以他们更加的残暴 更加的不人道 好了 所以说 如果你 你不相信真理是唯一的来源 如果你不相信真理的唯一性 如果你不相信真理的作者 那么就无所谓道德 无所谓道德就意味着 你也无所谓人类 你都不是人 如果真理不再是唯一的 那就不存在造物主的问题了 那如果不存在造物主 从逻辑上来讲 美国的制度也就不存在了 因为独立薛言的论证 讲得非常清楚 人人因受造而拼等 那如果没有人人因受造而拼等 也就不存在自由权 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如果没有这几项权力 又怎么可能产生 基于这项权力 这几项权力所塑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呢 对吧 再者说了 这种制度的本身就是美国宪法 就是约法 它是一种约 对吧 如果你不相信真理的唯一性 这种约也就不存在了 约的真理性也就不存在了 再有呢 就是如果上帝被赶下神坛 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他带来后果 人就会崇拜政府 就会崇拜人 崇拜人 他就会崇拜人当中的那些偶像 那些拳头大的 那些欺骗性强的 就会成为真理的作者 成为真理的唯一的来源 所以我们会发现 凡是不崇拜上帝的国家 它的后果就是一定会产生暴君 暴政 这是相匹配的 造物主不再是 正理的唯一来源 那么谁是正理的唯一来源呢 就变成了总书记 主席 皇帝 一马木 是吧 还有这种 等等了 那就是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人间的这些偶像群体 他们的这些慎讯 他们的这些言论 他们的这些思想主义 什么烂七八糟的 就会成为正理 比方说在中国就是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是吧 现在是 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对吧 以色亚书第三十章说 主虽然 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一眼必看见教师 你的教师 你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中间 也就是讲 如果没有真理的唯一作者 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善恶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正路 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 和塑造偶像所镀的金子 你都要玷污 抛弃 好像污秽之物 对偶像说 去吧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上帝的这些律令 我们会拜这些偶像 有了他的律令 我们不在乎他是金子包的 他还是什么银子 所塑造的这些偶像 他只是偶像而已 忘记上帝的真理 人呢 就会被阴谋论 煽动起来的这种激情 所操控 很多这种无脑的人呢 也会因此呢 就会找一个偶像来拜一拜 他们可以肆意的去 做见自己神圣的生命 使之成为郭教主 伦教徒 或者是Q阴谋论者的这些粉丝 他们会变得如此的荒唐和奇怪 非著名的二手推特思想家 Simon 冯弗里德里希 徐库茨先生说 如果没有上帝 我们就得不出财产权 自由权和神圣性的真理 神圣性的真理 也推导不出来 人为什么会有善恶 相信上帝的存在 原因之一是因为 我们相信他提供 超验性的道德秩序 优于政府的秩序权威 也并且 他限制了政府的权威 总之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源泉 上帝也是真理的本身 上帝也是真理的作者 认识这些 就是我们理解英美政治的基础 否则呢 你就会是盲人骑虾马 一直在瞎折腾 好了 今天的这一段思想体操 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感谢 我会这一段是 为会员频道所录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频道 给我赏口饭吃 感谢 谢谢 OK OK